最精彩的畫面 一排長串的舞龍舞獅 伴隨著新年歌曲好熱鬧 但仔細一看 地點卻是在豪華郵輪上 各式各樣濃濃年味 就是要迎接牛年到來 牛年有錢花花 這個花 這個是花就是花 春節運輸高峰期即將到來 還在擔心人幾人搶不到車票 郵輪公司首創 推出了兩天一夜的返鄉小旅行 從基隆出發到高雄 也可以搭乘孝親小旅行 從高雄出發到基隆 免去周車勞頓 今年的話呢 我們也加入這個行列的話 就首創這所謂的春節 就是返鄉的小旅行 以及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孝親的微旅行 那這個話呢 都是說除了是響應 其實說就是我們的行政院 中央政府這邊的話 就所謂的春節的樹運之外 也能夠就是提供我們的鄉親 一個就是春節返鄉 還有就是說 這個小旅行的 小旅行就是等於是 類出國這種小旅行的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兩種的一個就是需求 不讓疫情影響到春節旅遊 郵輪公司降低了旅客載客人數 下修到1200人 同時寄出了秘密武器 進餐廳前 除了量體溫之外 還要經過這一關 雙手一伸泡沫自動噴出 接著清水讓你清洗 雙手洗乾淨之後 還貼心有紙巾讓你擦拭 不僅如此 餐廳的座位採取梅花座 從7月26號開始我們首航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有設置這個 所謂的自動洗手機 那其實呢這個話其實也提高了 這個旅客他們洗手的這個意願 因為他們覺得很有趣 然後因為等於是的話 除了它會從就是等於你的洗手液開始 然後會有20秒的這個清水的這個清洗 讓你的話一定要把這個 這個洗手一定要洗的 這個步驟都必須要洗得非常的確實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會有一張就是這個所謂的擦手紙出來 讓你的話就是把手這個擦乾淨 然後這樣的話達到是說 我們這個洗手的一個效果 全球疫情發燒 台灣去年7月26日 率全球恢復了郵輪旅遊 到今年的1月26日剛好滿半年 郵輪公司今年繼續推出了跳島 郵輪旅遊還沒搶到交通車票的民眾 不妨來一趟小旅行 避免人擠人又能夠開心返鄉過年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